险份不满法官的判法 直接飞起暴揍60多岁的老法官 改变性别的囚犯不想住在南监牢 他说在南监牢争万无法入睡 他们得到的处理可能你想象不到 哈德瑶 今天我又是庭审区的UP主彭狗长了 狗长之所以做庭审这个系列 是因为有些法庭上发生的意外状况 那是相当的炸裂 而今天狗长这期那是炸裂中的炸裂 刚某异常的炸裂也可以称之为刚烈 2024年1月3日 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法庭之中 对罪犯德奥布莱雷登的量刑听证会正在举行 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 他在辩解在陈述 法官听取他的话语 然后提出质疑 可就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 雷登竟然飞了出去扑向法官 朝着法官就一顿暴打 甚至连法官时候的美国国旗都被撞倒了 安保人员赶过来制止他 他把安保人员都给摔倒在地 法官的助力也上阵是挥舞着老拳一顿招呼 知道的这是庭审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WWE剧情呢 他为何如此冲动 是法官宣布了什么令他难以接受的刑罚吗 德奥布莱雷登这次被捕 是因为他用球棒袭击了他人 造成了受害者 膝盖严重受伤 这种事对于雷登来说 那就是番茄炒蛋配米饭呢 家常便饭了 他在过去的几年间 一共犯下了三项重罪和九项轻罪 不过令人感到疑惑的是 这些罪行啊 最后他被判了缓行了 以至于他一直在外面逍遥法外 然后又拿起棍棒去打人 缓行给他缓习惯了 他觉得这次还得缓行 然而听证会的主审法官 年过60的霍尔萨斯女士 却不这么认为啊 霍尔萨斯法官意思很明显了 你这么恶劣 我不想再惯着你了 让你继续缓行 那就是危害人间呢 雷登还想辩解呢 反正就是我不想蹲电狱 我已经没有暴力倾向了 请相信我 然而霍尔萨斯那是煎鸣果子 扔进垃圾的位 根本不吃这一套啊 他刚说到 雷登就飞起来了 超强的弹跳力 这就是天赋啊 直接将霍尔萨斯扑倒在地 众人都在关注 DWDWE这边的战况 只有另外一个助手过来询问 霍尔萨斯法官去哪了呀 早就躺在地上移动不动了 回看刚才那一幕 霍法官看到他飞过来 联盟逃跑 但是维持一万 被他狠狠地拽入了头发 然后把他给拽倒了 并且对其进行了 无比猛烈的袭击呀 你不是说没有暴力倾向了吗 法官只是陈述不同意见 你就野蛮冲撞 这脸打的光速啊 就是在用事实表明 原来的所有缓刑 判法那都是错误的 霍尔萨斯法官的判决 才是正确的呀 霍尔萨斯法官 被他这么一冲撞 脑袋脑震荡了 头发还被拽下来不劳少 他的助理也受到了一些磋伤 打雷登的时候太用力 打错伤的 现场受伤最严重的 并没有出现在这个画面中 而是压送雷登的法警 在雷登就要冲锋的时候啊 他刚要拿出手铐去靠他 雷登强大的冲击力 直接撞飞了法警先生 造成其肩膀脱臼 糟糕的是 手铐打开了 摔倒的时候 脑袋正好砸在手铐上 他的脑袋瞬间被 拉出了一个很长的口子 那是血流如注 最后缝了25针 这次事件之后 雷登又多了15项心理指控 对于他袭击霍法官 被认定为是谋杀未遂 另外还有武力威胁 恐吓公职人员 勒索及殴打 受保护人等罪名 比原来那些罪名啊 严重了不知多少倍啊 原来只不过是蹲两年 甚至还有可能缓刑 这次他可能就惨了 关于他原来那些指控的庭审 过了一段时间呢 又重新开启了 这次主任法官 仍旧是霍尔萨斯法官 为了以防万一 他被戴上了面具 跟那个汉尼巴似的 然而 镜头不禁忌的这么一过 就算是戴着面具呢 仍旧看到他露出了 八颗大白牙 那是发自内心的灿烂笑容啊 霍尔萨斯法官 没有受到上次被袭击的影响 重新开庭 他对雷登求棒袭击人的这个行为 给予了19个月到48个月的量刑 而一天之后 雷登要再次上庭 这次是对他在法庭上 袭击法官所犯言的谋杀未遂 恐吓公职人员等罪名的量刑 因为回避原则 这次法官呢 换成了其他人 如果他谋杀未遂罪名成立 他的刑期 那真是超级大倍啊 而直到今日 雷登的最终判罚结果 仍未宣布 这个雷登的行为啊 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里的一个角色 那就是角头二中的刘健 他估计在闹市开枪 就是想要去进苦谣进修 这是黑道的规矩 在里面进修的时间越长 血历越高呗 所以我就想 这个雷登 他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他就怕自己被缓刑啊 进去不成功 所以毫无理由的冲向法官 然后坐实谋杀未遂 进去进修好多年 而那灿烂的笑容 他如此高兴 就表明啊 这个计划成功了 进到里面 你就好好学习吧 好了 第一个案例说完 他是无比着急想进去的 想和里面的好兄弟 切梭武艺的 而下面这位 却非常的不想和好兄弟们 关在一起啊 因为他虽然过去是个男孩子 而现在却是女娇娇了 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 是咱们的老熟人了 就是庭审中认出 嫌犯是自己初中同学的 并改变了同学一生的 拥有阳光般温暖笑容的 格雷泽法官 而刚才那位看起来非常妖娆 但是声音却有点沙哑 粗犷的嫌犯 叫做尼吉塔 从前那是一位男生 后来变成女生了 他是个网红 在YouTube这个平台呀 就有342万的粉丝 每个作品播放量 难道几百万 甚至最高凹载 达到了1481万 可以说是绝对的顶流网红了 收入相当可观 可能会比一般的小明星都多 2022年10月7日 他被粉丝拍到 在麦安密集展五星级酒店的泳池旁边 不穿衣服 随意走动 难道是在展示他的手术成果吗 报案发现之后啊 马上上前阻止 要他穿上衣服 可他拒不配合 我就不穿 这是我的自由啊 报案无奈 只好不打了911报警电话 警察干到之后 命令他穿衣 仍旧抗拒啊 并用水泼警察 警察马上对其进行了强制措施 并将其逮捕 随后被指控 急警了 他被带到了监狱 虽然他现在已经变形成功 而且自己的身份证上 也从男性变成了女性 可警察还是固执的 将他关进了男子监狱 感觉警方就是在故意恶起他呀 2022年的11月8日 尼基塔的保时金听证会开庭了 就是格雷泽 格雷泽法官非常贴心的问道 虽然他身处男子监狱 但是性别认知 仍旧非常的执着 格雷泽非常的nice 知道他是外地人 在这边没有亲戚朋友 所以他会让警员陪着尼基塔 先回到酒店 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带走 确保他财产不受损失 听到这些呀 尼基塔似乎感受到了他的温暖 眼中都泛起了泪光了 这是保时金的听证会 主要工作就是确认 他的保时金金额 助手提醒这个格雷泽了 尼基塔的保时金金额啊 是2000美金 尼基塔听到2000美金 有些吃惊 好像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可你这么大个网红 在社交平台上 不是炫豪车 就是炫这个富丽堂皇的酒店 2000美金都拿不出来吗 难道美国的又拼单在这个园吗 最后尼基塔确定了 这2000呢 他真交不上 所以还得在监狱里面待着呀 但是待着可以 不过他有一个请求 他一直被关在男子监狱 害怕的晚上睡不着啊 就怕睡着了 满身大汗呢 格雷泽对此却有点爱莫能助啊 因为这是监狱的决定 他无权干涉 不过他认为 监狱应该给尼基塔一个单独的牢房 格雷泽还告诉尼基塔 要找担保人 把自己给担保出去 这样才能彻底的摆脱这个苦恼 格雷泽的助手正在协调 办理这个事呢 在离开的时候 尼基塔很满意格雷泽法官的帮助 还朝他来了个非问 你这是女孩行啊 你这要还是男的 这就是骚扰了呀 后来尼基塔被自己的经纪人 给保释了出去 但是他的YouTube频道 却在两年前就停更了 而TikTok则是半年内 只更新了两条 是用饭事进去了 还是其他内容都需要付费解锁呢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呀 而尼基塔引来争议 不仅仅是进监狱这么一件事 在2021年 那还是在疫情肆虐的时期呀 他就因为不戴口罩 看到有人拍摄 他才拿起口罩 象征性的挡了挡 而引起了网民们的嘲笑和不满 然后就有不劳少人开始模仿他 说是模仿 不如说那就是这活儿啊 这活儿长得挺有创意啊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电影了 七味观尽在挖过连 咱们下期见